我们说说正卦 首先啊 这个卦谣词每个人理解不同 不光是现在的所谓大师 甚至古代 只有孔子 编转这个卦谣词的人 那种 相对来说流传这么多年 还是比较完全的 其他人 都没有对阴阳有 这个组合呀 天地万物变化 规律能够诠释 我们只能是勉强去附会的 但是 一方面 最主要还是做参考 那有些解释不对的 你要按着他走那就 不好了 但有一些呢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还是差不多的 真卦 我们说代表雷 代表长子 问鼎中原 薛花传说 持这个鼎的人 鼎就是权力最高的 那 非他莫属 说这个阵呢 当然也代表地阵 这个阵一来 还有人笑 说真经百里 也没关系 那怎么搞的呢 你 震 他不是一个 你自己 自己家 是一个共业 那人 他都是攀比的 说我有问题 你也有问题 哎 想想算了吧 这就命了 你也无能为力 天灾嘛 所以人他都是比来比去的 你不比之前 还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比 就麻烦了 能比这几次人 那初九 就是这个震的 始发 一开始 那也是笑 还告诉你吉祥 我们说一个小孩子 出生这个阶段 他本身一出来就会哭 就会震 而且他元气满满 这个时候 他身体水分是最足的 他的魄力 是非常足的 你不要看他小孩子 他是雷打不动 也象征着一个家 出生一个长子 大家都高兴 刚开始都没什么 那么九二 六二呢 这个震一来 你给我各方面去解释 说这个长子将来 给他要买房 就要花钱 也对 比较狭义 那如果说地震呢 就是说你会丧失很多财物 那怎么办 赶紧去跑 不要这些财了 命要紧呢 等回来 震完之后 你还是能得到的 六三 你看我们这个万应 都出现震了 震 但是没有灾 这个震呢 一开始已经到了最后了 就已经初步的过去了 你再有余震 也是问题不大 那九四呢 就是说人已经从这个精神上 好像有恢复了 但是 那九四他还有遗留问题啊 历史 他震完了之后 产生很多 现实的影响 那就是连带的反应 后续的 最主要是连带 连锁反应 就出来了 后遗症 那么六五 震来又震去 这个上挂的震 又开始震 但是这次没有损失 因为你前面震呢 有经验了 所以这次呢 作为一个军卫 我知道该怎么办 提前安预防 事后安抚 这样都想了慢慢 那么上六呢 压根 几乎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你震就震吧 但是 你这儿震完了以后 没事人家 邻村的 那就不行了 所以说你虽然没问题 但是隔壁有灾 你也救啊 你也不能隔岸关火 那么这个时候 你跟他们之间 还是有 矛盾冲突 不宜做太大